我被我的前教练性侵犯,香港男后吕丽瑶,29日深夜在Facebook公开这段黑暗时,表示自己暑假受台湾作家林意涵影响,替谈伦敦奥运多金的美国体操美女麦若妮,MC Kyla Meroni,也在近日控诉曾遭对一性骚扰,让她选择挺身而出,唤起大家对儿童性侵犯的关注。 30日正逢自己23岁生日,吕丽瑶选择在脸书一手拿。 事隔多年,吕丽瑶表示,鼓起勇气说出真相,原因有三,唤起大家对儿童性侵犯的关注,鼓励不幸的受害者勇敢站出来,让大众明白信议题并不是尴尬,羞耻或不可公开讨论的事。 吕丽瑶瑶呼吁更多不幸的受害者勇敢站出来,希望你能鼓起勇气,向身边的人寻求协助,不再鼓起养尖。 在华人文化里,信议题从来被认为是尴尬,羞耻或不可公开讨论的事。 吕丽瑶瑶说,站出来,你的勇气会影响很多很多同路人,就像MC Kyla影响我一样,今年起从好莱坞著名制片哈维文。 斯坦哈维文斯丹被揭发对女星性情,美国体坛包括体操选手麦若尼,WNBA西亚图风暴对球星使都华,Briana Stewart也勇敢站出来,叛唤醒社会良知。 忠实电子报 忠实电子报